第七十六站 呼吸 冥想 舍得 一般人对呼吸没什么感觉 直到有一天 呼吸发生困难时 练习呼吸的人会发现 呼出去的越多 吸进来的就越多 吸进来的越多 心肺功能就越强 修炼冥想的人会发现 断离的杂念越多 脑海混乱的困扰就越少 直到有一天 什么都不想时 脑海中的世界 就会像无垠的宇宙 进入神清气爽的太空 呼吸和冥想 告诉练习的人 舍去的越多 得到的就越多 智慧深远的神仙们 尝试那些舍得的人 因为他们无欲则刚 需求越来越少 需求越来越少 不会被无穷无尽的欲望 牵着鼻子走 他们不需弯腰屈膝 可以天天抬头挺胸 自在向前走 好 难児